才竟在运通 欢迎收看古奇来点名 那今天整个大盘直接往下开低 那大盘跌了80点 那今天大盘直接开低 有一个原因 这次美国川普总统 准备再对中国加征2000亿美元的进口关税 雅股今天全部跌 那台股也是开低 那大盘跌了80点 那我们要来看一下 整个开低以后 K线有没有影响到一个多头的架构 还有今天有哪一些股票 大盘在跌 它逆势抗跌 甚至往上走 那这些未来的股票 未来的一些 有机会产生波动股的这些股票 你要值得去留意 那大盘今天跌 跟着跌的股票 很显然是比较弱势的 那我希望你能做一个换骨的动作 这是给大家的建议 今天大盘跌了80点 那我要跟大家谈一下 今天收盘 小盗琼是跌了231点 一起跌了231点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 盗琼如果跌在200点 那等于是今天指数呢 它是不是已经反应过了 因为今天就是反应什么 反应盗琼 电子盘跌200多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盘的K线 目前在这里 对不对 我们要看什么 第一个呢 它今天跌是什么 是亮缩的嘛 第二个它留下影线 我们把这里拉近 它是亮缩 而且它留下影线 对不对 那之前下影线在这个位置 那等于是底部是往上垫高 它往上走呢 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压力嘛 对不对 那最近的操作应该是什么样 下游支撑 上游压力 那因为亮缩 所以它还没有办法 直接往上攻坚 对不对 所以就在这里做整理嘛 那整理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调整持股的机会 所以我说因为跌 因为跌 所以怎么样 所以你要买嘛 大盘跌到年限附近了 该买卖什么股票 该换股 你就要做换股的动作 下半年 互帮集团 九千八到一万二 这个叫什么 区间嘛 群义 它也是讲万点 我要跟大家谈什么 我说这里是一个大区间操作 如果你了解 我常常讲 如果你了解法人 在这里布局什么 他们在想什么 你就比较容易赚钱 那如果这里是大区间操作 一万到一万二 那中间是一万一 对不对 那这里就是相对的低档区嘛 年限附近 但是这都没重要嘛 重要是你手头的股票有起不 我们看今天国据是往下跌 这是大家比较注意的事情 今天的国据跌得比较深 因为他说什么 董事长的前期盘后巨额交易 对不对 转让一万两千张 但是今天国据跌 你会发现今天质保是涨的 今天凯美是涨的 凯美还有利多 所以我说这个地方 其实都是个股表现 同样是被动原点族群里面 记不记得之前 国据在这里六月初 他股东会的时候 他这里大涨 对不对 我跟大家怎么谈 我说这个地方 六月初 你不要去追价 这种大涨的股票 但是一样是被动原件族群 还没有涨的 你可以去布局 对不对 这六月策嘛 六月初 国据的关系企业质保 半年没有涨 这个地方 我们就布局质保嘛 我是跟大家谈 你不要去在这里去买国据 但是整个被动原件族群怎么样 一档拉一档还没有结束嘛 今天自保也是在高档之里 他今天还是涨 另外凯美也是涨 下一段我们会跟大家谈一下 被动原件族群 那这一段我要跟大家谈 今天晚上 我刚刚讲今天大盘跌了80点 那今天盘后呢 小道琼跌多少 跌231点 那我们要看一下呢 如果道琼今天开盘 这是昨天对不对 昨天川普还没宣布嘛 今天开盘如果跌200点 他跌到哪里 200点就在这里啊 如果收黑他跌200点是在这里 那他算不算兜头架构 他还是兜头架构嘛 大仗小回 对不对 这是美国拉斯大指数 今天就算跌 他还是多头架构嘛 所以我常常讲呢 你把大方向抓稳了 接下来就是你怎么样去选族群 你怎么样去卡位 再低堂卡位股票 那我们再看一下呢 上海 上海今天压回 对不对 从这里到长虹到拉回 这个也是大仗小回嘛 所以这里这个底部架构 目前还没有被破坏嘛 那你从上阵 从台股的K线 你从道琼拉斯大指数 这个地方它只是一个整理盘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你手中个股 那你要去注意有哪一些股票 在大盘整理的时候 它是在洗盘 或者呢 它在这里 有些股票在出货 你要走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来讲 尤其今天 今天有一档股票呢 它是值得注意 4123 生计股 我很少去谈生计股 为什么 因为生计股呢 大部分 大部分 都是空包蛋 还没有真正赚到钱 但是这一档股票 它是真正赚到钱 它是实质获利的生计股 好的股票 它不会沉浅太久 这里一路整理 它今天往上创新高了 它今天为什么涨 趁大盘大家恐慌的时候 开高 尾盘又走高 对不对 大量 600多张 那这一档股票呢 它今天是创新高 我为什么 它说实质获利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EPS 它去年赚多少 它今年第一季赚多少 那预估第二季会赚多少 4123 成德 对不对 去年赚0.79元 今年第一季 它已经赚1.41了 它第一季 已经把去年一整年赚了 都超越了 对不对 然后你看它成长 跟去年比 它是一路成长 我们把这里稍微拉近 98% 3356 138 一路的成长 营收成长 获利也跟着成长 对不对 那这种股票呢 它就是生计股 里面 很少数 实质获利的生计股 那今天呢 它最后洗盘 它往上创新高 那这一档股票 未来还会不会继续涨 我们持续看下去 但是今天大盘跌的时候 我讲过 好的股票 它会浮出台面 对不对 它今年配股多少 它今年配股3块钱 大盘跌的时候 它这里整理两个都越 今天往上走 那3块钱 70几块 事实上呢 是相当合理的价位 当然它如果连续的往上涨 几涨 我们就不坚于追价 因为涨太多了 那价位就会不合理 那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现阶段 趁大盘跌的时候 你要去注意 调整你手中的持股 然后你要怎么样 你要低档卡位 未来有潜力的股票 你才有机会撞波段 你每一次都往上几涨 你怎么样去赚到波段利润 就像今天国际跌 对不对 但今天自保我初心 自保今天没跌 凯美今天也是涨的 大涨 那凯美今天有什么利多 他公布呢 利多入账 EPS第二季赚了22块 赚了22块 我下一步跟大家谈 他今天为什么开高 为什么涨 他也是国际集团的一份子 跟自保一样 那我讲说呢 每一档股票都不要追价 但是你要记得 低档卡位 你才有机会赚波段 对不对 就跟之前 我们在这里低档卡位 你才有机会赚到六成七成的利润 就算大盘再跌 重点是选股 对不对 好的股票 整理到尾端 他一定会浮出台面 那趁大盘跌的时候 操作不理想的 你把电话拨通 我们休息一下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投顾 好看 弄在这啦 举起身装 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民事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 运达投顾APP 货电02 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并拿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不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欢迎回到现场 那这一段 我们照网例 我们一开始 跟大家谈一谈 期货 那期货今天来讲 在选择权的部分 外资跟自营商 全部都是持平的 但是外资 在今天现货是卖超 期货的OI也是卖超 今天卖超82亿 就OI减了2800口 对不对 昨天 星期一星期二都是增加的 大盘也涨 今天是跌了 大盘也跌 对不对 这代表什么 这里是一个上游锅盖 我讲的是短线 下礼拜三 七月台子就要结算了 上游压力 下游支撑 也就是说在下礼拜三之前 应该都是上下震荡的一个盘势 那目前来讲呢 我们看一下台子旗 今天拉回在这里 对不对 我们去对照 四月底五月出这个地方 一个小底 对不对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这里下引线 跟这里下引线一样 这里是一个支撑 那这里突破压回 对不对 那我们看的是这个颈线 我们把这里拉进 这台子旗的颈线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也大概是 季线的压力区 对不对 那这里是支撑嘛 那未来在这里呢 它会形成一个整理格局 那所以说 未来这几天操作上台子旗 你要怎么做 拉回可以买 我常讲这一句话 拉回买 几掌可以卖 几掌不要追 大盘今天开地来到这里 这里是不是一个缺口 这里是支撑 那往上因为今天 川普科增 2000亿的税嘛 它往下跌对不对 这里是不是一个短线的压力 所以明天支撑压力就这样做 低买高卖 那现阶段呢 我们从外资在选择权 在期货的布局 我们建议做台子旗的 你是这样来操作的 那个股的部分呢 有一些股票 它已经领先浮出台面嘛 那我们刚刚讲到什么 我们讲今天国局跌对不对 听说它前期卖股票嘛 但是我们看它跌 跌在哪里 它今天在这个地方 往下跌 但是支撑还没有跌破 但是其他股票 像智宝也没有 像开美 开美今天往上走对不对 来到这里 这里是一个整理 整理完了以后往上走 这里是守住 今天又开高对不对 这还是一个多头架构嘛 那今天公布什么利多 开美出售深圳厂股权 对不对 储问利益30亿 股本计算 美股营业贡献度22块 第二季入账 第二季它一定会入账 营业率创10年新高 问题就在这里22块 那开美之前除息1块3已经除完了 已经除完了 那现在它还要减支 减支25% 所以这中间 还会经历到什么过程 你可能农券 要回补的过程 那这一些你都要去注意 减支25% 对不对 然后它第二季 EPS已经来到多少 22块 那它目前股价在哪里 在87块 那目前农券 最近农券又是暴增 那这里今天开高 对不对 你如果让它突破的话 这些农券是不是都要小心了 那如果你是在第一档介入的 你就续报 那这一档股票 能不能赚到钱 我们慢慢看 但是我们看到凯美 它除了有入账以外 之前 它也合并什么 合并3299的伯翰 对不对 这之前的讯息 那另外 它也赤字3.5亿 买进什么 加邦 加邦也是什么 加邦集团 它也是被动元件 10%的股权 加邦 裕邦 凯美都有投资 所以这一档股票 其实 你要去了解的是 它未来的元景 还有什么 还有它的股力政策 那简直以后 它EPS22块 那你说 它的整个 获利 它整个净值 会不会影响到 影响的不多 就跟自保一样 自保这一段 我们买进 就在上个月六月份 买进卖出 代进代出 对不对 赚了六成 它今天 它有没有破底 它还是在高档这里震荡整理 为什么 因为它还没有宣布 除息的日期 它含息三块钱 但是你会看到 然后来自保 融建又上来了 跟凯美一样 对不对 那是不是有机会 这些股票 它是不是有机会的呈现一个架空 我只是告诉你 提供你参考 放空的 你要小心 你不要一步一步的踏入别人的陷阱里面 因为在今年 我知道很多投资人 在被动业上 要注意 要注意 代进代出 那目前现阶段 你要注意哪一些股票 我刚刚讲过 大盘在重挫的时候 你要注意是哪些黄金股 胡出台面 像今天凯美 它今天公布力多 对不对 开高 明天会不会继续走 像我们刚刚讲的生计股 4123 那这一档股票 今天的创新高 未来会不会继续涨 那你手中的股票 能不能赚到钱 你要不要换股 我们休息一下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战网 运达投顾 好看 弄在这儿啦 今日起身装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电02-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包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药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战部消防署关心明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之前 我们一直跟大家谈到的 像威胜今天也大涨 我要跟大家谈什么 我说很多股票 你要趁着跌的时候买 没有人叫你说涨上去去追 我从来就一直顾虑到观众 我生怕你追涨去套牢 所以我才一直讲 低档卡位赚波段对不对 那你找一些方向 像上的股票 你趁它拉回的时候去买 你的胜算会比较高 涨上去要不要追 你就要很小心 那这一档股票它的筹码 我们在这里切入 这里往上赚了接近四成 对不对 三四六percent 你看外资买这么多 它有卖没有 它筹码是不是还在 那如果筹码还在的话 拉回 你是不是可以尝试的去买一点 如果你没有在这里买 往上走 我赚了三成以上了 我不会建议你追价 但是如果拉回 你需要看一下筹码 筹码稳定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 对不对 就好像最近大家都在谈环球经 都在讲什么 这里好像是一个头部区 对不对 我谈环球经 我最有资格谈 因为我从低档一路买 我们从这里一路买 一路转买进 在这里我带出五百四这里 会员都知道 会员都在看 会员都可以证明 大转拨断五百四这里 后面它创新高 这一段我没有 但是这里下来你就安全了 这里是不是头部区 我认为以它的基本面 不是头部 但是它需要时间整理 那我要回过头来讲 我的操作理念 每一档股票 它都有一个最甜蜜的买点 环球经最甜蜜的买点就在这一段 对不对 方向向上 卡位拉回买跌 待进待出 这里就留给别人去做 这里要抢反弹的你自己去抢 那不止环球经 中美经也是一样 最甜蜜的买点在这里 这个叫低档卡位 这个叫转拨断 对不对 这里七十几块 这里一百四 你说赚多少 差不多一倍 那白子黑字 我们把一些证据拿出来 这是当初环球经 这五月十四嘛 五月十四在桌 这五月就在这里嘛 当初卖的时候五百四 是不是讲得很清楚 那你现在来谈 这里是不是头部 我赚了这一段 后面要玩的 让他自己去玩 对不对 我们再看一下 中美经 五月十四嘛 这里多少 一百五十一啊 那现在呢 一百一十三嘛 所以低档卡位 你才能赚波段嘛 大涨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去追 追了以后套牢 套牢又不卖 不卖万一他如果下去呢 那就变成什么 变成另一档的红海嘛 红海去追加人 是不是高档套牢 套牢不卖 为什么 因为是基欧股 那结果报了半年 越报赔越多 那我要跟大家谈的理念是什么 每一档股票 都有他的甜蜜买点 你要赚的是这一段 自保你要赚的也是这一段 纵然他现在还在高档 对不对 但是你的操作理念要对嘛 是不是这样来操作 你才有机会去做一个缓败 微胜对不对 然后低档卡位 你让法人去抬轿对不对 就跟微胜一样嘛 我们一档一档做 那微胜为什么买越可以现在低档 这一段他是涨高了 那这一段能赚多少 三成四成五成嘛 你要学会低档卡位你才有机会赚 那你要去注意今天有哪一些股票创新高 那今天有哪一些公布哪一些利多 那哪一些有可能载空 如果操作不顺利的 我希望你把电话拨通 我会想尽办法带你坐轿 带你低档卡位 带你赚拨段 那如果资金金额比较大的 我会在这段时间 帮你好好地做一个规划 做一个布局 谢谢大家 本屠公司与所推荐分车之客 也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现在杀YouTube订阅运工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天气时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运达头顾 运达头顾 好看 我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头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民事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顾APP 货电02-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